以策書第十一章 平斷人也不憑倚民作判決 他要使貧窮人得到公平 并為受剝削的人作公正的判決 他話語的威力使大地震動 他口中的氣息要消滅恶人 他要把公義當作腰帶系上 把真理當作襯衣穿上 杜鳥那一天,狼要和羊羹同住 豹子與小山羊同餓 小牛,幼畜要和獅子安然相處 並由小孩子牽引他門 母牛要在紅旁邊吃草 小紅和小牛躺在一起 獅子要吃草,像牛一樣 嬰兒要在眼鏡蛇的洞旁安然氣氣 幼兒將手伸進毒蛇穴 也不會受傷 在我,聖山的各處 沒有傷害也沒有毀滅 因為就如同水鑄滿海洋 認識上主的人也要遍滿大地 到了那一天,大衛的皇位繼承人將成為拯救全世界的旗幟 萬國都要向他聚攏 他的居所要成為榮耀之地 那一天主將要再次伸出他的手 把他成為的子民帶回來 就是那些留在阿述 埃及北部 埃及南部 埃塞俄比亞 以蘭 巴比倫 哈馬 及遠方所有沿海地區的人 他要在萬國中舉起一面其次 把流亡的以色列人聚集起來 他要從天涯海角把分散的猶大人招集起來 以色列和猶大之間的疾行最終必定結束 他們不再相互爭鬥 他們要合力突襲西面的菲利士人 一同進攻和努略東面的國家 他們要佔領以東和摩額的土地 阿門也要服從他們 上主要使紅海灣出現一條乾爐 他要在有法拉底河上揮手 發出強風把河水分成七度溪流 使人能輕易攝過 為著上主聖余的子民 就是那些來自阿述聖余的人 上主要建造康莊大道 就像從前以色列人 從埃及歸回時 他為他們所造的那樣 除非 不能 請 請 感谢观看